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看的经段 是在第一代记上 第22章开始一直到23章的第一节 要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坐下来 把这段经文自己来读过去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面前 来思想你的话语 愿你圣灵亲自引导动工 使我们真认识你 向你身上祈求祷告 奉着孙明 阿们 我们先看一下2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大卫说 这就是耶和上帝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凡祭的坛 大卫吩咐聚集 驻以色列地的外邦人 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 要建造上帝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 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称 好 接下去 还有很多很多的记载 好 大卫预备各式各样的东西 在第22章 这个段落开始 我们看到 哇 大卫预备心 要来建造上帝的殿 当他们固定下来 在这居住之后 他们 大卫就想起 他想要为神建殿这件事情 好 然后各样各样预备 然后甚至外邦人当中就找到那些可以来完成这些工作的人 都预备好材料 人就开始一项一项一项的预备 然后在整个段落记载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大卫做各式各样预备 但是神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他 不 你不可以来建殿 因为你曾经杀了许多的人 你手沾满了人的血 所以建耶和华圣殿的事 不是由你来做 是要由你的儿子所母多门来完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10到第12节的经文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与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兼顾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让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名书 的话建造耶和华你上帝的殿 但愿耶和华是你聪明智慧 好治理以色列国 遵行耶和华你上帝的律法 好这边发挥期许所能门 他的儿子 一方面祝福他 一方面告诉他 你将要完成这件事情 你要来治理以色列国 你要来建神的殿与 更重要的是 你需要来遵行耶和华上帝的律法 这是出于一个父亲 你是出于一个君王 对下一任接班人的期许 对你就是要照着这样来做 然后第17到第19节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 帮助他儿子所罗门 说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叫你们四位都平安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 祝福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智 寻求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上帝的圣索 好将耶和华的约会和供奉上帝的圣器名都搬进一位 耶和华民建造的殿礼 好一方面大卫对索罗门的说话 再来大卫也对那些以色列众首领 那些预备要一起来建造圣殿人 说了这些话 预备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整个段落当中 好 许许多多的预备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对索罗门王的印象就是他蛮有智慧 这时候 其实大卫已经先这样为他祝福 当神问索罗门你有什么的时候 他也是跟神求智慧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可以回想看看 在这整个段落经文的记载当中 大卫不断的做各样的预备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子推论来看 其实整个圣殿不论是预备材料 预备工人 这些计划 好像都是大卫提出来的 不是吗? 谁有资格可以来建商你殿 谁有那个能力 你可以来建商你的殿 想到预备想要建殿的大卫 上帝说不,你不行 那个真的充满智慧的索罗门王 结果其实那些规划 那些预备好像你都不是他做的 这也让我们学习功课 我们要谦卑下来 一方面我们需要预备自己 但是上帝的殿 真的是靠我们的力量来建的吗? 不,绝对不是 是上帝他亲自建造他的殿 我们有信得与他 也在其中时合得的恩典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尽我们的本分 把各样的预备好 时候到了就献上 今天在我们教会探访当中 也很特别听到有别的教会的地方有分享 其实有时候神带领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有个教会 他们有一群人 上帝给他们一个呼召 他们就预备了四年 后来一个机会 他们就一群人可以一起再参与 我们在一个新的事奉里面 我们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想象 诶?或许有些感动不在心里 但是什么时候上帝要我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 那感动来了 你会反正放在心中 好好开始预备自己 还是说啊,那不可能啊 所以跟我没关系了 我就不理他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也能够敏锐的心 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祈求 主愿你亲自来引导 主愿你亲自来施恩 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敏锐的去思想 去寻求你的心意 当我们有机会 有福分可以参与在事工当中的时候 让我们就尽心竭力的摆上 也赏赐我们谦卑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 可以靠自己做任何的事 但是当我们愿意献上 为你所用的时候 主你也要使我们的生命 成为众人祝福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祈求祷告奉出声明 阿们